《神隐少女》是由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指导的一部经典作品 该片讲述了一个少女千寻 在一次旅行中被神秘的力量带到一个神秘的世界 她在这个世界中遇见了各种妖怪和神明 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这部电影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不仅在日本和亚洲地区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成功 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 《神隐少女》的一大特点是其精美的画面和动人的音乐 宫崎骏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技巧 将神秘的世界和妖怪的形象呈现得栩栩如生 充满失忆和幻想 电影中的音乐也是一大亮点 融合了日本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元素 让人彷復置身于神秘的妖怪世界中 此外,该片的故事情节也十分精彩 千寻在这个世界中经历了许多奇幻的冒险 与各种神明和妖怪交流互动 也学会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和哲理 整部电影充满着奇幻、冒险和情感的元素 让观众长阳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,《神隐少女》是一部极具价值的电影 不仅是动画电影的经典制作 也是一部充满哲理和情感的电影 它的成功不仅在于一起出色的技术和制作水平 更在于它能够触及人心 让观众感受到人性的深处和生命的意义 这部电影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也影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观众 成为了一个经典的代表作